日行圣诞児 这个可能那么色好好看 哈喽大家好 这就是本次购物的成果啦 非常喜欢还在往这个Hobo Nietzsche A5的本子已经提前装上了 我可爱的鱼白MD的这个 70周年本 然后它总共有7本 然后每一本就可以刚好写两个月 而且配合每一本不同的颜色 也可以用不同的墨水来写 可以用新的本子 新的笔 简直心情不要太好 然后它每一本很薄 然后就所以可以完全的摊开 A5的这个本子呢 它一面刚好是有 这些边边的小点 均分成了4个 于是我就刚好可以写4年日记 就是觉得非常的完美 整个本子是A5 所以这个页面的大小设置 我觉得非常合适 就是也没有特别少 就是还是能正经写一下 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非常喜欢 加的就是一些装饰的贴纸 贴纸这种东西就是 大家喜欢用什么都可以 我就不介绍了 这个本子真的特别美 来看一下这个口 真的是好好看 然后这个皮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然后这本主要是放在家里的 然后这个就是 普通的可以作为额外的页 加在本子里的 颜色也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每一本上面是有48张纸 然后那页就是普通的方格 买这个本子呢 是为了和TN的这个八穿纸 来进行一下对比 之前用TN的本子 进行了一下试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后面的字完全会透出来 我还挺雷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本子 目前我都是只能单面使用 明明八穿纸的亮点 是因为它很薄 所以你可以写更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它只能单面使用的话 就觉得还不如普通的纸 好了这就是全部的试写 还挺好写的 那对比一下两个纸张摸起来 都差不多滑滑的 然后看一下背面的话 感觉这个透过的程度也差不多 然后垫一下之前写的内容 就是完全透的过来 我觉得我无法接受这种纸张透过的感觉 我这辈子跟Hobonichi的手账本的缘分 就是到此为止了吧 然后另外还买了超级可爱的肖像贴纸 真的是太可爱了 应该是随便贴一贴就会超级可爱 没有错本次购物 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 介绍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